台铁列车因遭土石流冲击出轨 台铁派遣驱间车接驳250位旅客 开到台东大午站 那么在由救护车将受伤的乘客后 送到台东市救医 台铁表示事故现场持续的大雨 加上地点偏远通讯不良 增加了救援的困难 不过3514驱间车已经在上午9点25分 将自强号鲁客再离现场 那么接驳送往台东 至于事故的现场 台铁设法脱离事故车辆 南回县现在是暂时不通的